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也是我最近从专业人士学习到的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公鸡母鸡 就是因为它是群内了 跟这个牛 鱼 猪 包括人体是不一样的 结构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人体 包括牛猪 它可以食用了山区青安以后 它可以通过料道排出去 当然前提是你要发育成熟 那么婴儿它发育不成熟 所以它排不出去 所以最后就得了结石 那鸡也发育不成熟 那么鸡的话呢 它是这样的 因为像公鸡母鸡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 你知道鸡的话呢 它这个料道和 就我们叫这个 泌尿系统和绳子系统 它是走的一个道 那么这样的话 走的一个道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山区青安呢 比如在母鸡的这个系统里头呢 它会通过这个鸡蛋排出去 就等于它的这个尿道就是铲到 就铲到 这样的话最后 它那个排就排到鸡蛋里面了 所以这就为什么 鸡蛋里面会有这个三聚青安 那公鸡呢 公鸡呢它倒是可以排出去 因为它不产丹 这公鸡肉里可能没有三聚青安 那各位我再来普及一下常识 就是三聚青安 只有遇到酸性环境 才会产生结石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胃啊 不消化 它就不会产生结石 它只有遇到酸才能够反应 如果现在人呢 这个随着饮食结构的变化 食用的蛋白质越来越多 也就是牛奶啦 鸡肉 猪肉 鸡鸭鱼肉啊 吃的越来越多 所以酸性的体质越来越多 那么你刚讲的这种 这个人呢 食用的酸性的物质 食品越来越多 所以呢 不光是小孩 成人呢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我现在这个整个地球都污染 我现在就闭着眼睛吃 不过我觉得 除了这自然环境污染呢 现在这个经济环境啊 哎呦 我觉得这个是真是有句成语 应在今天就多事之秋啊 你看这国际上也乱七八糟 是吧 中国这个乳品行业 现在也乱七八糟 然后呢 什么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什么大批中小型企业 现在就传来倒闭的这个消息 我觉得现在 但似乎听到说一个救世的好消息 和我说国家就是四万亿 四万亿拿出来这个救世 我们是不是有希望了 呃 应该说一个振奋人的消息 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 嗯 在中国宣布这个要投放这个四万个亿的这个计划之后 全球主要的经济体 包括这个MF等等一些国际组织 都发表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嗯 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救世措施啊 第一是宣示中国政府的这种这个 啊 非常果断的一种决策 第二个呢 是说对全球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 它会发到发生一个积极的作用 嗯 而且比如说这个对于拉动这个跟中国相关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像东亚的周围的国家 嗯 和我们进口的这些资源的这些国家 那么这些经济呢 会因此而这个带动他们的发展 以后好莱坞大片该拍中国英雄拯救世界了 是吧 哎 叶谭怎么看这事 那个中 呃 其实刚才查老师说的 其实已经从价格上反映出来了 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就是中国宣布了之后就就涨了 居然 所以中国已经部分的拯救了这个澳洲的或者是巴西的那些矿产的商人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4万亿有点悬 刚才还在跟曹老师交流这个事情 这4万亿从哪出 对不对 什么时候出 我们因为我们预算里是没有这一笔的 你然后他到10年底 4万亿 那就意味着明年后年各2万亿 这2万亿是比很大的数字 我们从哪里出这笔钱 中央财政出吗 中央财政出不起这笔钱 而且这两年的话 如果发国债的话 应该是赤字财政 他根本真的 他腰包里掏不出这笔钱 钱的问题我倒不太担心 因为的话 中国首先是政府存款 在去年年底达到了2万8千多个亿 政府存款的增幅和增长规模 都是极其惊人的 那么今年以来的 中国财政税收的增长也是惊人的 一季度是达了将近40% 那么二季度也30% 那么三季度当然有所回落 也许9月份降得非常快 但是全年下来到目前为止 应该仍然达了25%的水平 那么也就是中国财政税收的增幅 或者增长能力仍然是很强的 那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还存在着巨大的这种融资的这种潜力 比如说发行国债你刚刚讲的 比如采取这种发行特种的中长期国债 来进行融资 那么以往呢 我们采取过类似的措施 像9798年的时候 采取了所谓的投资消费双启动的政策 那么在当时呢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建设起了全球第二大高速公路系统 就十年时间建起来了 那么这次呢 应该说是重点是也是在交通啊 这个一些基础设施里 尤其是在高速铁路 城市地铁和轻轨等等这方面投入 但是你一说这个 我又想起来这个网上有人这个评论呢 一说高速公路就想起贪官来了 就是人家说呀 说这个4万亿这个钱呢 怎么花好像就是增加投资 用投资啊什么带动GDP什么的 但是这个投资呢 他们说要谨慎 因为呢 你如果这个投资不当 又会成为一个叫做什么 地方上的利益集团 瓜分的盛宴狂欢 你们觉得这是外喊话吗 差不多就是政府投资都是一个就是 政府投资越多 其实贪官裸奔的机会越多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 对 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刚才曹老师其实对那个9798 西级财政政策评价挺高的 但是我认为西级财政政策不等于扩大内需 现在一说4万亿就扩大内需 扩大什么内需了 老百姓的腰包里钱多了吗 他能去消费吗 还是没钱消费啊 这怎么叫扩大内需 这只不过是用政府的消费 替代了老百姓的消费 当然我们讲内需是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国内的投资需求 第二个方面是国内的消费需求 你刚刚讲的内需其实讲消费需求 第三个方面是指政府的支出 那么政府支出当然很多领域 一方面呢可以用于这个 这个所谓的财政投资 还是增加投资需求 就替代了民间的资本投资 第二种呢是用于这个民生的改善 就是你刚刚讲用于这个老百姓的消费的需求 就是政府支出呢 假设是用于这两个领域 它仍然是有效益的 当然它还可以用于其他领域 比如说用于这个公共的服务设施的 这个这种投入 对吧 或者说比如说像是医疗保险啊 像教育啊等等这些东西 我承认我承认医疗保险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我实在觉得在一个经济下滑 如此之快的时候 你现在来建立大批的保障型的这些设施 实在不是个好时间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时间 就一直说我们说这个是扩大内需还是扩大内耗啊 就是刚才文涛说的这个东西 这个话有点刺激 但是刚才文涛说的这个就代表了一种反应 就是说单听政府投资效率低嘛 这个邵老师应该也承认对不对 我们说市场配置效率最高 那么政府现在大批市投资就意味着政府今后收的税还会增加 是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通货膨胀的时候呢 可以政府可以通过中央银行来这个提高利率或紧缩货币信贷 像一个绳子一样把它拉直 就紧缩货币供应 那么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通我们讲通过紧缩的时候 这个绳子是软的 它自己是执不起来的 就我们讲市场本身是不可能自动的去恢复这种均衡的 就比较专业的说法 通俗的说法就是市场都没有信心 尤其民间资本 它不会自己去跑去投资去的 这个是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政府的干预 政府的引导来增加投资增加消费 才能拉动来带动民间资本进行投资 带动老百姓的消费 那么但是就这里一个前提并不矛盾的 就是恰恰说明我们要在增加这个所谓的国内的这个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同时 要加快一些个体制的改革 就刚才你讲一个是避免这些国有的投资或者是财政的投资 出现低效甚至是被你讲内耗掉了 被一些贪官污吏给吞掉了 这样的话就必须加快对这种投资体制的改革 那么吸收更多的民营资本加入 光是靠财政资本财政的投资是不够的 所以它发挥的是个杠杆的作用 所以你要加快对这个体制的改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要加快对这些投资的监控 尤其是审计监测等等 包括公开透明的监督 包括你们媒体的监督是必要的 是是是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刚才注意到你们俩这个观点存在不同 就是我看看网 我喜欢看网上的五迷三道的就说啊 说就说你说中国现在主要说咱不能靠出口了 对吧外国都不成了 说是内需啊 然后人家就说的这个问题啊 呃说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 一方面呢 就说收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 人家讲话了说改革开放30年 有多少人真正享受到这个成果了经济增长 那没钱我消什么费啊 再一个就是你刚才讲到的 说医疗教育这些个东西啊 我们不安全了 所以说中国老百姓就得存着 我说对了 消费是四个因素影响消费 第一个因素就你刚才讲的消费的能力 你有没有钱有没有稳定的工作 对未来的支出就花钱的地方 你的预期是不是很大 你去一想我未来要这个孩子上学 老了又要养老 然后又怕生病 还要买房子交按揭 那当然你不敢去消费 而工作有可能还变动 对吧 因为多少钱都觉得不够啊 多少储蓄都是不够的 现在我们储蓄率已经是世界最高的 还是不够啊 这是第一条 就是我们讲的消费能力是第一条 那那么怎么办 就是我们讲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这部分投入 这个让他们有能力去消费 其中有一项就是要大建这个连连价的那种房子 保障性住房 保障性住房 我们叫做这个提高消费能力 第二条呢 就是消费的意愿 或者叫消费倾向 就愿不用花钱 想不想花钱 敢不敢花钱 刚才讲的你讲的医疗养老保险什么的 还有教育等等这些 如果这些体制不建起来或者不完善的话 大家不敢花钱 又把钱都存在那 作为预防的支出 就未来去花的钱 所以我们要建立完善这种保障体系 这是我们的消费的意愿 第三个呢 是消费的这个对象 要进行改进 就是我们保证消费产品的质量 服务的质量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 这个牛奶的三菌清肝问题 我听说是很多人不敢喝牛奶了 都敢喝豆浆了 豆浆鸡脱销了 牛奶没人喝了 当然这也是 豆浆还是有膜 这是第三个方面 就是我们的消费产品 消费品本身存在问题 第四个方面就是消费的环境 比如说以往以前有些地方买车 然后买得起车开不起车 为什么出门就收钱 到处都可以收钱 所以以前老百姓有句话 就是说除了那个带黑菇的不收钱 带什么菇的人都敢收你的钱 对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消费的环境也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说这四大因素啊 影响了中国的普通消费者的消费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要改进内部消费需求 必须要有针对性的 针对这四个方面 采取措施完善制度 叶谭你觉得呢 他刚才说的 曹老师说的四万亿啊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观点相同的 但我没那么乐观 我觉得四万亿啊 它是一个就是救急的 所以你他救不了 就是救急的事情 他救不了穷啊 你说老百姓穷怎么救啊 对不对 然后刚才又说 那个要建连租房 保障型租房 建社保对不对 我是赞同的 我当然赞同 给老百姓多半点十事情 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你建连租租房是没有收益的 而且会拉低房价 这个是很明摆着的事实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在我们一方面说 旧楼市 一方面又出台大量的连租房 把这个房价降下去 对不对 那么其实是存在矛盾的 然后政府呢 平民花钱又没有收益 内需是包括政府这一部分 但是政府口袋的钱很多啊 如果政府消费能代替老百姓消费 老百姓大概都不花钱了 就等着你政府 你这四万亿你也别建什么高铁啊 城铁啊 你就发到每个人发老百姓头上 对啊 十三亿这除一除 平均发一发 那么这笔钱 然后规定必须拿来消费 对对 那这个消费就上去了 有两点我要说的 第一点呢 就关于你说的这个 保障性住房问题 我觉得这一块呢 怎么投入都是不过分的 因为从美国这次 发生次贷危机看来 就是对于一部分低收入 或者根本就没有收入的阶层 政府是有职责去为它提供 这个基本的住房条件的 否则你把他们逼了 去找银行借钱 借了钱永远还不起 引发危机 还不如你政府呢 去哪些钱去接年住房 我能差一句吗 我这个我又要成为公敌了 其实我绝不是说 就是政府不该提供 保障性住房 而是我认为在前两年 这个收入政府 收入如此之多的时候 你富的时候 你多提供嘛 穷的时候就少提供一点嘛 你干嘛穷的时候 你拼命的提供 富的时候你干嘛去了 恰恰这就是政府的职能 政府永远是跟市场是 反着调节的 就是当市场这个 向上走的时候 政府应该往下来宏观调控 反过来呢 政府应该向上来激活经济发展 立项调节是政府干预的 他那个说的那个不对 就是政府是像货币这种 都应该逆周期调节 这个是对的 但是你说那个 包括推出保障性住房 我们知道前两年 中国房地产高的要死 都有个房价 大家都在说买不起房 那时候如果推出大量的 保障性住房的话 泡沫就没有了 房价就能够下去 那时候为什么不推出来 但是我认识还没有到家 还没到位 你承认了吗 今天开始 不是我承认了 是我早就看到了 只是别人都没有看到 对对 我不是经济学家都这么说 对对 我几年前我就提醒你们 不听我的吧 你看今天 对 那叶谭安听起来你像是反对派 那你觉得怎么办呢 都说中国经济 这个不是增长面临障碍吗 那怎么办呢 我就觉得是 就积极财政政策是要用救急 什么时候就是可以见效了 然后政府积极财政政策 其实没必要就是代替民间投资 你想想看 如果说民间的这么多钱 大家都藏着 都拿出来消费 都拿出来进行投资的话 就可以拉动经济的 其实是 你 问题是哪个人他不愿意投资 不愿意消费 你怎么办 那天我还 那天我看一个东西 就吴敬莲在一个什么论坛上讲 他就说到你 就说浙江那边有那个地下钱庄啊 什么这种私下里拆借的这种现象吗 他说如果把它翻到这个桌面上来 就会怎么怎么样来着 有两个办法可以做的呀 他之所以不敢投资是为什么 比如说有一条 我举个例子 长曲铁路 对不对 本来说是第一条民间参股的铁路 大家自将商人很有钱啊 大家愿意投资到里头去 结果说你参股是可以的 你出钱可以 你没有管理权 你也没有发言权 这恰恰说明我刚才前面讲的 扩大投资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必须加大 对于各项体制的改革的进度 否则的话 民间资本是进不来了 进来了也只是冤大头 所以的话就会限制很多民间资本 进入的积极性 对吧 所以我们讲说这是两个方面 这两者并不矛盾 没有任何冲突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4万亿啊 我是注意到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就是说他说是审计啊什么 他有一个专门的专张出来的 但是关于怎么说改变我这个投融资的结构啊 怎么鼓励民间资金进去啊 这个真的很少 这几乎就没有提到 你说他有什么制度性的改进吗 正因为这4万个亿只是应急的计划 所以他只能说先做出来 然后呢其他的措施逐步的跟上进行配套 他不可能同时做出来 这不太现实 因为时间很短 这么短短的时间 要制定出4万个亿的项目投资计划本身 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工作 更加上 我不懂这个这个问题哈 我就有一种不可知论 但是有一次这个毛于是在这做节目 他提了我觉得他那个属于经济哲学的范畴了哈 他就讲有这个问题 他说啊就是是情况紧急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政府做些什么 他说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政府有没有那么够聪明 就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或者说政府能够聪明到对这么复杂的这个市场配置啊 拿出一个办法 这就能解决 他说他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万一政府想错了呢 哎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 是啊就是就比如说你现在这个4万亿 如果说我拿来作为给企业作为信用担保的话 那么企业就会去增加投资的 银行就会根据风险给企业 你怎么能够鉴别你说 担保了企业没有信用风险呢 哎这就是银行跟担保公司的事情 而不是政府的事情 那么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刚才你讲的 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 不是我们希望政府做什么 而是不得不让政府做点什么 如果不做就崩盘了 对不做就崩盘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政府他做什么都是必须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政府现在我们讲的 中国现在刚宣布的4万个亿投资计划 其中2万个亿是投资建铁路 对吧 铁路大家都知道 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必须的一个交通系统 一个工具 因为中国发展这个完全靠民航 学美国欧洲这样是不现实的 因为我们庞大的人流 庞大的物流 叫做世界上7%的这个线路 承担了百分之几十的这个运能 就是每个人一根香烟长 就是一直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我们的人均的铁路里程是远远低于像美国欧洲这样的国家的 所以铁路的建设这个会从长远来讲 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基础设施的这么一个条件 所以现在投资和是完全正确了 至于说以前该不该投也该投 但是以前为什么不敢投 决策参与者他永远是这么说的 对 因为这个事也是我们倡导多年的事 但是为什么以前不敢投 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投资过热 在你这个在投资搞铁路那是火上浇油 所以现在的经济开始这个下滑的时候 那么把这个项目拿出来投 这正好弥补了你其他领域下滑的风险 但是你我知道政府应该做点什么 但是问题是怎么做 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做点什么去刺激市场做点什么 而不是让政府直接去做点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整个乱套 如果政府直接去做什么的话 那我们回到计划经济好了 那政府永远直接去做 那我们就不要市场了 还要市场配置干嘛 铁路不够了政府建铁路 公路不够了政府政府建公路 然后这个家电不够了政府去开家电厂 对不对 那根本就不用市场了 恰恰恰我们现在的这些 两四万个计划里面 没有建家电厂的计划 只有建铁路的计划 只有建公路 建港口 建机场的计划 全是基础设施建设 而基础设施恰恰都是需要大量的投资 普通的民间资本没有这么大的投资能力 也没有这么大的管理能力 这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恰恰我们现在是需要应急的时候 就只能说迫于万不得已 是民间投资没有钱 还是因为政府不让它进入 比如说像石油行业 你油园给控制了 那么多钱想进入 长期来讲你说的是没错的 我们是应该改变现有的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 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能够聚集在一起 参与到这些领域投资 但是长期而言凯恩斯说过 我们都要死的 你不能等到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体制的改革到位了 我们在投资 现在我们面临就是海啸 海啸是什么东西 铺天盖地而来的这场金融危机 全球的经济危机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先应急 先解决燃眉之急 所以短期的问题 燃眉之急解决了之后 就我们必须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同时 解决一个长期的问题 汇率该改吧 那个市场机制该改吧 很导致啊 我刚才讲的很清楚 一方面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一方面加快体制改革 两者并行不备 我听明白了 还是毛巨说的对 多少事从来急 哈哈哈 这件事都急不过 对对对对 看看 看不容忍去 看不容忍去 现在是毛巨主的 这件事都闭上了 什么事 我看不容忍去